供应链短缺 变种病毒肆虐 今年耶诞节已经够难过 竟然还有人来捕刀 一个个纸箱出现在偏僻森林 仔细瞧 还有许多都是未拆包裹 24日晚间 阿拉巴马州布朗特警长办公室 货报的居民在西登镇一处偏僻森林 发现300到400件大嫂不一的联邦快递包裹 不仅孩子期待的一旦礼物变成一场空 就连被疫情受困家中的民众也没食物可吃 警方目前已寻线找到司机 发现这名司机已至少恶意气质包裹六次 不但让Fedex速度挨告 更使得民众望穿秋水也等不到包裹 恐怕不是一句送货太累 可以招待 三里新闻李林涵报道